到兩個禮拜瘦了3公斤 接獲郭台銘邀約 除了2024副手後 賴佩霞自爆兩週暴瘦3公斤 賴佩霞受關注鬥 似乎也勝過主帥郭台銘 我的競選 搭檔人 一定會 能力比我強 曾經自豪副手能力強 現在看起來賴佩霞的確話題多 因為根據網路溫度計 賴佩霞公開參選這一天 網路聲量一舉衝到9萬多比 不只因為跨入政壇 加上金鐘獎入為最佳女配角 就連被其底有美國國籍 聯絡律師協助 放棄美籍 也成為近期熱搜 關鍵字 政治煙火 第一天竖蹦一下很亮眼 但是後續看起來負面 聲量是越來越高 副手陷入這樣子的泥罩 初步來的時候 你的選戰焦點整個失焦 我覺得郭台銘犯了一個 很致命的錯誤 他應該先去做征信 才提名不到 短短不到24小時 之間就爆出一大量的一些爭議的問題 我覺得郭台銘這件事情處理得太輕率了 郭台銘拋出郭霞佩 成功博得各界關注 但是否加分還是未知數 9月17號上午 郭台銘賴賴佩霞 如期前往中選會登記聯署 18號啟動全國聯署正點 初期聯署點六都為主 聯署是一個全民的活動 我們希望在選舉過程中 找到更多有熱情 有活力 有想法 而且會做事的年輕人 來加入我們的行列 郭霞佩正式聯署開跑 考驗的除了郭霞佩賞位棋 還有郭台銘和團隊的應變能力